1999年的10月5日 史蒂夫·乔布斯在库博地诺的剧场里 公开了苹果的新产品 他的名字叫iMac TV 是第一台自带视频剪辑功能的家用电脑 乔布斯断言 以后做视频的人会像写文章的人一样多 几个月以后 一名初中文化的洗碗工 无意间接触到这款机器 他为剪辑的乐趣深深吸引 花进继续买下电脑 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快进到2016年 乔布斯已经离世 当年的洗碗工却成了新时代的英雄 他用镜头记录自己有趣 疯狂极度自律的生活 每天更新风雨无阻 这种视频形式叫做Vlog 他则被人称为最好的Vlogger 人们模仿他的风格 配乐和墨镜造型 最后他以数千万美金出售了自己的企业 大家好我是巴哥 今天的网红奇人录 我们来讲一讲视频教父 KC Neistat的故事 KC Neistat1981年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处小镇 他家不太富 但原本还算幸福 父亲推销厨具 母亲当主妇 家中有四个兄弟 奶奶是远近闻名的提塔吴老师 但因为父亲总出差 夫妻失和 而自打爸妈离婚 大哥又搬走了以后 就再也没人能管得住KC 1996年的一天 15岁的KC脚踏滑板 在学校里来回穿梭 同学们纷纷贴紧墙根 给着疯子让道 此时 愤怒的副校长挡在KC面前 副校长问他 你觉得你能一辈子玩滑板吗 像你这样的人 除了社会 就是个废物罢了 不久之后 KC因为琐事和母亲大吵一架 他带着女友离家出走 去投奔佛吉尼亚州的大哥 Van Neistat 为了能在当地的高中上学 他居然让哥哥去法院签字 收养了自己 可没过多久 女友怀了孩子 两人只能搬回老家 KC开始打工赚钱 从此他再没上过一天学 儿子欧文出生时 KC才刚满17岁 他在一家海鲜餐厅里做洗碗工 时薪是8美元 配合政府发的福利券 将将够吃饱饭 那一份工作 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但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 KC觉得值了 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也会问自己 等儿子明白事了 等他发现我是一个loser 他会不会很难过 我不想儿子觉得我是个loser 这个念头 就像一团火 一直都在KC心里 2000年的夏天 KC用攒下的钱 带儿子去看望Van 大哥此时正在纽约 从事艺术的工作 Van激动地给KC看他的新电脑 那是一款能够做视频的iMac Van手把手地教KC用剪辑软件 他们在纽约四处乱逛 带欧文逛动物园 然后再把这些影像 剪成一条短片 此时他们并不知道 十年以后HBO会推出一档 以他们命名的电视节目 The Nine Step Brothers 像着了魔一样 回到镇上的洗网工KC 买了一台电脑 他一有空就跟着儿子拍摄 每次剪好视频 都会获得巨大的满足 他学着用镜头 讲述只属于他的故事 而在2001年 这样的生活突然结束了 欧文妈妈决定和他分手 他能够理解他 谁都有资格决定自己的幸福 但这也意味着 他再也不能天天见到儿子了 一无所有的KC 决定做他一直想做 却不敢做的事 他要搬去纽约 和大哥一起做电影 父亲觉得他疯了 2001年还没有视频平台 很多电影专业的人都在饿肚子 何况KC连学都没上过 而KC却执意要去闯一闯 电影人听起来 比洗碗工要棒多了 正如父亲预料的那样 来到曼哈顿的KC 忍受着贫穷的日子 他白天骑车送报 晚上睡在合租屋的客厅 他的空间 想到连床都放不下 父亲让他赶快回老家 KC却决意留下 未来还能更坏吗 他相信一切都会有办法的 好运果然来了 Fan和KC遇见了贵人 汤姆萨克斯是纽约的现代艺术家 他擅长把各种材料组合在一起 创造天马行空又帅气了雕塑 汤姆手制的木头太空舱 香奈尔断头台 和山寨普拉达马桶 当时都是震惊业界的名作 他也是潮流界的大佬 曾和耐克出过联名球鞋 一度被藏家炒至天价 身为康州老乡的萨克斯 委托两兄弟拍摄他的雕塑作品 和创作流程 这是他们第一份长期工作 萨克斯也成了Nystar兄弟 美术风格上的导师 Van和KC在百老汇街368号 租了一个小工作室 用最便宜的建材亲手装修 海量的器材 零件和工具 被他们分民别类的整齐排开 这个杂而不乱的空间 有着令人舒适的奇特感觉 这种世界风格叫做Norling 最早源自建筑大师Frank Gary的工作室 汤姆萨克斯 当年曾在那里学习 说起来 Nystar兄弟算是第三代的传人 而在2003年 Nystar兄弟突然出名了 而当时的经过 居然又和苹果有关 话说KC一直是个信仰坚定的果粉 初段iPod发售以后 他立马就买了一台 可才过一年半 iPod的电池报废了 他去苹果店维修 却被告知保修期已过 不能够提供保修服务 建议买一台新的 KC差点骂人 你们真的以为果粉都有钱吗 KC和Van决定拍视频 向苹果报仇 在这一部名为 iPod不可告人的秘密的短片里 他们先播了一段 苹果客服建议他买新机的电话录音 随后 KC就在纽约街头 找到一幅iPod的广告 他用白色油漆提醒过客 iPod电池寿命仅为一年半 如有损坏数不退换 这一段视频上线以后 引起了大量苹果用户的共鸣 好评如潮 得到数百万的点击 而这在2003年 是个现象级的表现 两兄弟也因此被大量媒体采访 就此打响名气 最有趣的是 两个月之后 苹果公司就迅速推出了 iPod电池维修服务 但他们适口否认 那部视频和新服务之间 存在着因果关系 之后的几年里 两兄弟的路越走越顺 他们开始拿奖 他们接到了更多拍摄的委托 Casey的经济状况终于变好了 他有空就带着Owen去旅行 最让他感动的是 小Owen说 长大以后 要像爸爸一样当个导演 时间到了2008年 Casey和Van 遇到了一生一次的机会 Casey有一个财力雄厚的朋友 他愿意出钱投资 让兄弟组合 用一年的时间尽心做个大项目 而他们俩选中了最熟悉的题材 就是拍自己 他们把之后一年的生活经历 浓缩成八段半小时的故事 这些故事有喜有悲 五味杂陈 他们和汤姆萨克斯比赛遥控船 扩建了百老汇368号的工作室 帮Owen拍了他第一部电影 他们还飞去荷兰吃松饼 攀登非洲最高的起立马扎罗山 还找到了Van的生父 而在故事的最后 兄弟来到HBO的总部 成功把八集节目 做价200万美元卖给了电视台 观众也见证了他们实现梦想的瞬间 在这档节目里 两兄弟时不时会对着镜头讲话 和观众交流 现在我们知道 这样的视频形式就是Vlog 七八年之后 它成为了一股大潮流 可惜的是 当年的电视观众还没有准备好 节目播出之后 收视率非常的糟 两兄弟也没能获得续约 兄弟导演组合从此解散 Van决定和汤姆萨克斯合作 挑战更高水准的艺术电影 而Casey则想制作大众化的内容 她要挣钱 因为她有宝贝儿子要养 节目的失败 没有阻挡Casey的脚步 她在2010年 开设了YouTube频道 风格依旧 她拍奶奶的踢太舞表演 奶奶做了西多士 拍她和Owen的旅行 还有她飞去南非 给未婚妻惊喜的过程 如果看到不顺眼的事 她会像对付苹果那样 用视频来报仇 当年的洗碗工 已经成为 驾轻就熟的专业创作者 奔驰 耐克等等的大公司 很快找上门来 2012年 Casey为耐克制作的推广视频 Make it Count 引起轰动 她用耐克给的广告经费 带朋友去国外玩了10天 顺便拍了一个Vlog 这一段不像广告的广告 被誉为自媒体做推广经典制作 总播放量是3100万次 虽然爆款频出 可Casey因为业务繁忙 时常断更 她做了5年YouTube 仅仅攒下了50万个粉丝 可在背地里 她还搞了一个大项目 她创立了一家 叫做Beam的公司 已经拉到投资 正在开发一款社交应用 为了推广这款APP Casey想了一个疯狂 又绝妙的计划 34岁生日那天 Casey宣布 她以后每天都会发布一期新的Vlog 她会一直做下去 直到她做不下去为止 对于我这样的一般人而言 每天发布高质量的更新 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可Casey Neistat并不是一般人 她有着多年的技术积累 和哥哥搭建了工作室 大师清传的美术风格 还有极其励志的人生故事 从那之后 Casey Neistat连续更新了534期视频 近乎疯狂的挑战 成了YouTube该年最受瞩目的盛世 她的粉丝量 在一年当中增长了8倍 观众每天等她更新 看她脚踩滑板 在纽约街头拍到的新鲜事 她成了无人不实的媒体新星 她受邀参加奥斯卡 收到无数品牌的推广邀请 还总把这些推广视频 拍成千万集的爆款 最重要的是 Casey的故事鼓舞了无数人 她向世界证明 自媒体也能制作新娘 没读过书 也能把视频拍出诗意 当年被HBO放弃的Vlog形式 从此翻案光大 后来者们拿起单反 吃猪三脚架和DJI无人机 拍摄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直到今天 人们依然在学习Casey的运镜 风格和叙事技巧 2016年的10月28日 Beam接受了CNN的全资收购 交易价是2500万美元 在长达一年半的高频更新下 Casey拍Vlog的创作灵感 被燃烧殆尽 完成目标的她 结束了挑战 逐渐淡出江湖 后来她从纽约搬到了加州 这样就能和Van 和其他的家人住得近一些 据说在LA著名的威尼斯海滩上 有时可以看到Casey冲浪的声音 毫无疑问 从洗碗宫 逆袭成视频教父的Casey Neistat 是最最励志的网络传奇之一 她这个好导演 更是营销天才 她最成功的一场推广 就是她自己 好的 又做了一个大题材 这期准备了非常久 大家记得点赞 关注支持一下 我是月八哥 如果有想看到的人物和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